去年选举期间陪着柯文哲请跑基层 但没想到时隔一年尽以物是人非 新华城政治现金案关键被告橘子徐芷瑜 目前还滞留日本遭发布通气 29号镜周刊又有新爆料 镜周刊报道橘子徐芷瑜的云端刑事例 已经遭到破解上头不止记载的他曾两度 陪着柯文哲到威京集团拜会审进金 上头还写着雅虎来接可见三方关系相当密切 据了解橘子每次搭乘柯文哲的坐车 到威京集团地下室停车场 再由珠雅湖下楼接应他与柯文哲上楼 而随着相关市政逐一解密柯文哲的罪名 也由原本的徒利罪升高为收费罪 不过他却始终拒绝脚带金流 拖慢减联整办进度 柯文哲对于自己的私人行程 都会透过所谓云端行事例自己记载 这也证明所谓的所谓以色列党里面的 1500小省并非是时间 据讨案被告 沈庆金在法庭上大多都在行使节目悬 只说自己在容积奖率被前市长郝龙斌刁难 就连百分之五百六十都不保 坏客文哲依法让他争取到百分之八百四十 但他也在积压期间多次打出健康牌 利品交保 不过却遭到高月驳回抗告 让他很不满 扬言若是重获自由要砸重金 将自身遭遇排成影集到Netflix播放 尽管沈庆金不满解放作为 但他的媳妇朱雅虎已经招供 探声协助以正式现金方式行贿 另外柯文哲得严压亭二十九号律师会卸月券 将在三十一号下午召开 是否进行严压 预计十一月四号就会有答案 新闻组合报道